一直受到各界關注的台南都會公園博物館 台南市政府藉由民間機構的創意 以ROTM方式為外經營 台南都會公園移轉案 毫無意外的由齊美博物館申請成功 將在明年正式開始營運 簽約儀式上 齊美事業創辦人許文榮也立臨現場 齊美博物館從1992年正式開放後 以預約方式免費提供民眾入館欣賞 搬到台南都會公園 也會繼續回饋民眾免費入園 台南市長賴清德與齊美基金會董事長廖錦翔 代表雙方簽約 正式50年的營運計劃 藉由台南都會公園 齊美博物館的開幕 帶動周邊觀光 這座國際級博物館的成立 預估每年可吸引200萬人士前來觀賞 將帶動新一波的觀光人潮 記者周鎮宇台南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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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